长期刷手机有哪些危害 其实这也是废话 如果你不知道 遇到这些危害怎么办 那不是不说 但聪明的人 你告诉他有哪些危害 他会自己去注意 二者 你也要先知道会有哪些危害 你提前预防 这才是最好的 像医治胃病 等你出了问题 再调 那是不得已的 那出了问题 再不注意 那是很麻烦的 那你自作自受 这是普遍现象 我们互联网时代 人机互联 人人互联 这个手机啊 随时随地 有这个方便 比电脑还要更方便 所以很多东西 都投入到手机里 那么看似 很方便的同时 他的弊端呢 就是人 依赖他 这是最可怕的 没有手机活不了 那你以前的人怎么办呢 他生活就一定很差 人家心安 能做事专注 放空自我 很多 好的东西 不管做什么 都出来 那你到处刷刷刷 点点点 我就每天 你看这个地铁公交上 就这样 就这样 你看什么 被他控制了 这南京的精神病 还说科技怎么怎么样 完全被物质所控 明是机器人的努力 有人说 他不完全是这样 包括我做有用的事 那这还算好一点 但是 你老实看看 其次 不好的 就是对身体不好 哪不好啊 那我知道 低头足 搞一堆噱头 名刺出来 那你该怎么治呢 不知道 那就颈椎 什么大椎 付贵包 全都出来了 那当然 你抬头 仰望天 都抬头 也是好的 但你不能老是抬头吧 你有条件 了不起 早起 多沉练 平时注意一下 这个字字 但是你还是要 各方面注意 你比如说 长期面对这个 辐射 你首先戴一个墨镜啊 防蓝光的行不行 更好 不是 其实墨镜高 因为反正整体 它都是暗的 你不管有什么光 到你眼睛里 都没那么强了 而且你要 被动的 让东西看你 而不是你 主动去看它 那样你会伤神 伤得更远 心是神明之主 你的面部 也会很干 那就长洗洗脸 没办法 那没有水 那就干错脸 也管用 该注意的注意 不得不注意 还有一个 更重要的是什么 九世伤穴 中医讲 伤的是内伤 这个才重要 才可怕 那怎么伤呢 这个就很难解释 反正会影响 这五行 它会轮转吗 你这伤了 母伤了 下一个伤的就是子 子就虚了 那它摸 不能治的那个 它又爆发了 所以说 各种问题都出 你水火也不济了 很多病症